2024国际观光文化节中意新火夏南洋胜过传递仪式在非洲电视台成功举行 由非洲电视台协办的第十届2024马来西亚国际观光文化节中意新火夏南洋菲律宾站已于7月24号在马尼拉正式启动 由马来西亚观光文化推广中心孙卢华会长率领的观光圣火传递巡优团一行 于7月25号下午参观访问非洲电视台并举行迎接圣火传递圣火点燃圣火以及向官地爷祭拜仪式 由非洲电视台施育额台长主寄副制作人兼新闻总监王学义 中非官地慈善基金会创贵会长徐毛景 马来西亚观光文化推广中心孙卢华 首席顾问徐孝吉 首席顾问拿督周莲琼太平局深陪系 一日后 巡游团成员参观了非洲电视台并举行了亲切友好的座谈 孙卢华会长表示 观光不仅是中意的象征 也是和平的象征 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将观光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感受到观光的伟大精神 他的精神不仅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也成为了文化沟通和友谊桥梁的重要载体 未来 他们将继续致力于观光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希望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 促进菲律宾和亚洲各个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份和平的火种将继续传递到更多的地方 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圣火传递巡优团已完成中国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福建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圣火传递活动 于27号菲律宾战结束后 继续前往下一站 日本 然后到越南 老挝 泰国 印尼 新加坡 最后返回马来西亚 结束数月的历史性观光圣火传递亚洲行 东一新火下南亚 观光文化永流传 黑暗 浩浩浩浩浩浩浩 非洲第一次台 黑暗 洪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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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